这位老先生天气热口渴吧 所以呢他到了超商呢 从冰箱里面偷了啤酒藏在裤带里面 想要带走活活的被超商的店长发现之后呢 勒得脖子逮进警察局 身穿方格衬衫 60岁的女性嫌犯进入超商之后 欢仰欢仰来到冰箱前拿了两罐啤酒 没到柜台结账反而走到角落里头 看了看监视器 学校背对镜头的角度把啤酒塞进裤子里 发现还有空间又转头拿了一罐啤酒 塞好之后拿了另一瓶10块钱的饮料 到柜台结账离开 一离开之后超商店长从仓库冲了出来 过没多久嫌犯就被店长用手肘勒住脖子 毫无反抗能力的嫁回店里 两名状态压制嫌犯之后 店长妻子赶紧躲在柜台后头打电话报警 他说你为什么要进来偷 他本来也是想私了 所谓私了就是说叫他赔钱 就是把该买的东西 就是我们账付一付就OK了 然后那个阿伯就说他也没有钱 然后也不出示身份 他说那你叫我麻烦你们家属过来处理 他说他没有家属 嫌犯耍赖皮让店长气到不行 因为这名老翁上午也用同样的手法 顺利偷久了一罐啤酒 他们早就已经发现了 但考量嫌犯60多岁了不想多追究 却没来到嫌犯实随之位 下午又来报道 一天早上来偷一次下午来偷一次 那他觉得说早上来偷了这一次 有没有 店长没有在注意他 那下午来他又估计从事嘛 嫌犯说他从桃园到台中来找工作 因为身上没钱天气热又好渴 才跑到了超商偷啤酒喝 只为了三罐啤酒 却绕着招人热警送办的难堪场面 中天新闻人员宾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